法国小学生忙碌的一天 法国从幼儿园到小学每周三都不上课 你说父母都在上班的 孩子们不是被放在文化活动中心 就是被安排上各种课外班了 俺家老大这一天也是挺忙的 上午是在音乐学院上乐理课和钢琴 中午回家吃了个饭 下午就得去家教老师小美家上法语课 今天他们学校的课外作业就是要学做一道甜点 所以跟小美的补课内容就多了一个教她做法式可丽饼 我要在家做真教不了她 他们法国人做任何菜和甜点 食材都是要用器皿量好的 用多少克面粉啊 多少毫升黄油和牛奶 加几个鸡蛋几克糖都要量 然后呢量出来这些量呢 就能做出几张可丽饼来是有数的 要是各自中国人做啊 那肯定是半斤面粉 加上牛奶黄油少许活成糊状 盐糖少许香草糖将几勺着口味而定 所以换我在家教她做这个 高底是写不出来作业要求的精确的制作过程的 你会做这动作 你会做这动作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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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试试 你会做这动作吗 哦 太好了 好美 家里自己做的吧 不管卖相好不好 味道就是比外面卖的好吃 吃饭 做到家里就好 从老师家出来又马不停地去超市买第二天学校带的零食 都是用他自己存的零用钱啊 所以我基本也不太管他买什么 无非就是一些奶酪啊巧克力啊小三明治之类的 法国小学不上课的这一天终于结束了 他回家还要完成刚才的作业 我回家还要做饭 这一天虽然不上课 但是忙碌的可不只是孩子 家长全天陪着 比上课的时候更忙 你自己的钱还够吗 还有多少钱 零花钱 500块吧 你自己还转了500块啊 我自己还转了